马来西亚的这个公共环境其实对藏友友善 完全他不友善两个字 如果0到10分 你觉得在马来西亚第几分 可能就是1分到2分之间吧 完全不及格 哈喽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男台郑彬燕 那今天呢在我身旁呢有两个嘉宾 第一个是我们的美门的志工团长Vins 嗨大家好 然后呢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藏友Wong 哈喽大家好 是那我们今天呢为什么会访问他们两个呢 主要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视频了解 就是残障人士在马来西亚面对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希望透过这个视频呢 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到残障人士的生活 然后到底马来西亚的这个环境 对藏友来说是不是友善还是不友善的 我想很多人都听过残障人士 但其实残障人士分为哪几种 其实在政府里面的分类是蛮多类的 简单的说来有忧郁症也是一种 学习家也是一种 然后包括那些 我第一次听到忧郁症是残障的一种 是马来西亚吗 对 其他国家我就不确定了 可是在马来西亚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 所以只要符合某个标准的话 都是被列为残障人士这样子 帐友能找工作会不会很困难 很难 非常难 真的 帐友找工作真的很难很难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那些雇主 雇主对战友的一种刻板的印象 会觉得战友能不能啊 能不能够胜任我这份工作啊 所以基本上连面试的机会都没了 他们是质疑你们的能力 还是觉得他们没有安全去照顾你们 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啦 比如说先说第一个啦 第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刚才说的 雇主的那个刻板印象 觉得战友的能力 他们自己战友的能力 第二个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 战友的话 那么是不是我特别要为 特别照顾你 战友做一些什么东西这样子 对 会不会又让我多了一笔 特别的开销这样子 第三的话可能就是公司的形象问题 他们会觉得假如我请一个战友的话 人家来到我的公司会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你这里公司会有个战友 可能会讲 为什么你用一个战友来服务我 对 是不是不尊重 对 所以有其实都有 每个雇主都有自己的考量 可是最终的结果 都是把战友拘于蒙外这样子 这样子其实马来西亚有没有 法律是保障战友求职的 有没有那种反歧视战友 我所知道好像马来西亚暂时都还没有反歧视法令 先说政府方面 本来政府自己本身也规定的公务员要有1%的战友的 这个是公务员 对 可是政府自己都达不到这个目标 连1%都达不到 政府是有鼓励私人界 比如说你折扣 你聘起一个战友的话 你税务方面有一些优惠 有一些折扣 什么这样子的 可是不太理想 不太理想 我觉得也一方面可能是 那个公司可能也担心自己的公司没有那个设备 对 这个也是有其中一个考虑 一般的公司可能在楼上 对 不然他请的话 他要去做协伯 他们又不愿去投资这个 觉得我去投资这个设施只是为了每个人 他就觉得不划算 OK 这样子最近就有新闻讲说 政府可能不允许成长人士开车 这样子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看法 最影响最大的日常 你也是 他也是个GRAP 对 我之前是 我加了GRAP 加了几个月 其实我蛮喜欢这份工作的 因为这份工作 最起码我就是靠我自己的劳力 去赚起我的生活费这样子 可是政府的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战友开车可能会对其他的公路使用者造成危险 这样子 我会觉得很相当荒谬 这个说法 你觉得那个威胁是什么 他们认为的威胁是什么 他们可能觉得我们随时会发生车祸 可能他们觉得马来西亚的一天几万钟车祸 他们觉得大多数都是战友造成吧 可能他们是这样子认为 要不然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觉得 会危害其他公路使用者 其实他们也给了你们来生 对 这个就是很矛盾 如果你觉得他是危险 为何你可以给他们卡到来生 你又给他驾照 但是你又不给他做开车的工作 这就是矛盾在这里了 因为我们的驾照比一般的健全人士的程序更难 我们可以包车 对 我们要去验生 我们去验生 然后买医药报告 然后去JPJ的Approove Buspa控的Approove 这样子 要做这各方面的那些批准申请 其实都已经经过种种程序 每个单位的把关之后 我们才得到这个雷胜 那么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应该拒绝我们了 马来西亚的这个公共环境 其实对藏友友善啊 你觉得 完全他不友善两个字 如果0到10分 你觉得在马来西亚的几分 只能说马来西亚干起步吧 起步是几分 干起步就是说 还不能打分 可能就是1分到2分 完全不及格 尤其你看那些Monorio 很少都基本可以讲 每一站都没有Lift 我们遇过一些很经典的 而且我们去当那个MRT Monorio都好 哇很开心 我们来到了某一个站 我们到了 我们下车 下车之后 找不到这个方向 原来我们要过去另外一个方向 我们在这里下车的时候 原来我们过不到去另外一个方向 那么我们就只好又再换车 就再上车又再去装 找一个有可以过去对面的另一边的那个帐 然后过去里面再踏那个车 火车再下来 从另外一边下车 可是如果人家路人帮 搬不到你们吧 我不敢 我从来不敢要去路人帮我上两层楼 这样子 我觉得我很为难路人这样子 内心不好受 对 情愿我们再去 最辛苦一点 对对对 我们花多更长的时间 有些虽然是有这些设施 可是他们还不懂得怎么去用 比如说导盲砖 有一些我看到一些政府的建设 它里面用的导盲砖 当作是图纹来放 图纹什么意思 就是说一个图纹这样 他以为那个砖子是图纹 他就放 比如说那个中心是圆圈 他就把那个导盲砖 就放圆圆圆 这样就是要看不见的 他就一直走圆圈 所以就是 有时政府自己的 他们都不懂 就是装修的人以为 那个是一种装饰 就是没有很好的沟通 比如说装修的人 都不知道这些有这样的用途 就以为是装饰来的 或者是有些真的是做对的 比如说导盲砖 就去到一个位置 然后有一个厨去到那边 有一个厨顶的 那些人摆家吃 他不知道那个是导盲砖的用途 他就放了一个沙发 沙发放在那边 停着 走到那边就停着 窗窗的沙发 所以这些都是 很多人还不了解 这些东西 这个就代表 就算马来西亚的设施 有了 但是教育跟不上的话 还是很多障碍 对 就他已经有了 但是很多人 可能工作人员 不知道 不懂得怎么使用 不知道原来那条路是给帐有过的 所以其实我们不只是公共设备要提升 对 你觉得我们需不需要 就是我们 在我们的教育上面 也要关注多一点 对产生人士的支持 这方面肯定是要的 我们 我印象中好像完全 都没有了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 直接加入 学校的其中一个课程里面 比如说我们学校有什么 新教育课程 对 把这个生长的 也加入进去 可能放在辅导课上面 对 不错 你觉得就是 不管是政府也好 或者社会人士都好 你觉得有什么是 要让他们提高薪捐的 其实我们一直 很多年前 我们一直都在强调 强调要塑造一个爱心社会 其实爱心社会的塑造 它真的不是一个口号 让你去喊 然后它其实真的很简单 它不需要你抛头颅 撒热血 它真的只要你在生活上 你生出你的棘手之劳 你真的在每一天的生活 你生出多少次的棘手之劳 你就为这个爱心社会 贡献了多少分的力量 就这么简单而已 它不会要你的命 爱心社会不是要你把命交出来 抛头颅撒热血 不必 在你生活当中 生出你的举手之劳 那么就可以 每个人都这么做的话 那个就是爱心社会了 对 其实就算我们的这个设备 没有办法做到100%的无障碍 但其实只要有爱心 完全就没有障碍了 对 对 就算那里是有阶梯 其实只要有志工帮忙 就没有障碍了 对不对 互补互成 因为当我们只是把要求环境 做到100%的话 那么 人的心态也不正常 可能有很冷漠了 可能每个人都说 都有 对 完全不需要帮 对 始终人就是群居的嘛 人始终要有一些互动 人与人之间实际有那种爱心存在 这样子我们在来临的 6月21号到6月23号 有这个阳光天使的志工培训音 这样子你有什么话想要鼓励大家的 我现在是美门的志工团长 在2012年的时候 我也是一个普通营员而已 当初我就是报名了这个营会 我是觉得我学习了太多东西 比如说我本身只是一个平面设计师 可是我在我自己的本身的领域 是学不到很多东西 比如说我们一起筹办一些活动 我们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我在这个营会 我才看到原来我在本身的舒适的生活 我看不到 我不知道原来这样有面对的这么多困难 然后在这个营会过后 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心觉 意识我们需要去了解的 比如说轮椅是怎么用 比如说年老了 我们也是要用到轮椅的 很多人觉得 对不对 所以说很多人的印象就是说 轮椅是可以给藏家人有用的 可是我们老了 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亲有一天也是老了 或是我们自己老了 我们也是要用到轮椅 所以在这个营会 我们可以学到基本的轮椅指示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抽出你们的时间 只是三天两月 拜六礼拜也是周末来的嘛 然后你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看到更多的东西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就是 残障永远都与我们无关 因为有时候可能天有不测之风云 我们可能最爱的人 或者是我们自己 又或者是我们老了 可能真的是行动不便 我们都有可能 会做到轮椅 所以呢 我们学习怎么去照顾别人 可能到头来是我们学习怎么照顾自己 或者是照顾我们生命最爱的人 好 这样子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然后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就记得分享以及订阅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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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手自然 爱的活着敬手自然 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